以次序來說,這是我私心,我排的次序 第二套我覺得好看的,那套叫革命機 這套牌包給的,不好意思 這套日星作品 當然日星作品就是很典型傳統皇道的機人片 又是透機體 系列構成,是Cook Gears 某些班底的人 其實大家都很期待第一集有什麼爆點 你說第一集是不是沒有爆點? 第一集其實是有爆點的 不過他最大的問題就是,好像剛才有物所說 在兩個國家,一個國家是主戰的 而一個國家就是用錢去買自己的和平回來 大家都知道買回來的和平一向都不長久 當那個國家認為你再沒有利用價值 他當然是會對你的 不是,但他們好像說是入國 當是中立國,進去好像是偷那部機體 去到二次或第二集 我們都不知道這部機體究竟來頭是什麼 但至少他們派了就好像 他們很喜歡派一些精銳部隊去看一部 明明那個國家說軍事科技很厲害 但不知為什麼呢 用錢去買和平的話 就有一部超乎常人的機體在裡面 暫時沒有解釋 究竟是誰做的 我們不知道 當然沒有問題的 你潛入很正常的這些 間諜潛入這些在軍事上 派了幾個盈瑩麗正的 嘩,全部星友都是大門大牌的主角 好神奇 不要理會這個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其中一個主角 你講誰的主角 E-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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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個潛入的人 你無故見到兩個高中生 在探討這個世界和平的問題 他的任務是什麼呢 他的任務是潛入 然後突然看到男主角那一刻 就突然看他很不順眼 別人說一句 我都覺得這個世界和平一點 任何事情都靠這個談判解決 然後這個人就突然很生氣地 抓住他 把他推到地上 然後就告訴他 這個世界不是這樣的 是不是我打你們就讓我先 是不是先 這樣的類似 這個是開頭第一集裡面 最有趣的位置 就是 你是不是潛入的 大哥 你最搞笑的就是 他在15秒至30秒前 他跟一條人說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我們是要秘密潛入這間學校的 然後他在30秒不夠的時間 就看到一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命中注定他的男人 還是什麼 有些人也叫過革命機 就是機佬的機 就突然之間 插絲底你這樣 就訓話這個男主角 我說你做什麼啊 你用什麼樣子 分明 他是訓話他 那沒事的 那有些人就說自己 那沒辦法 可能他那些人 那就不要理他 當然你說 入侵到裡面 都是機人片的慣例 做第一集裡面的技術人員 其實是非常危險的一個工作 他們通常不是被人炸死 就被人射死 即使你是那個項目的負責人 好像近期做裡面的 要是男主角的老爸 最高負責人 他都是要死 你不死 怎麼把那部機子出來的 很正常 我覺得 開始跟著就說入侵的故事 其實呢 我覺得那個位置都幾奇怪的 你要那些人去偷那部機 那你實際那些人 如果他們說我們偷不到那部機 他們才發動攻擊 他們好像是發動攻擊的同時 那邊 我覺得他應該是有做過次序的 他有想過的 但是那部機子其實會比較奇怪 那個畫面會是 就好像他是一路進攻 他們一路在那裡偷部機走 不是 好像是抽中電話 不應該 因為我從他們對白身上去看 那裡不覺得這個不是特別厲害的 好像說 他們說 他們都說 這個叫做什麼 出身方面 或者是他們的軍界 就是他們的背景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有的 就是 起碼他們都是一班陣營 但是問題是 我聽到船上 好像司法官這樣說 打不及了 我們先出人打過去 就是你看到 沒有協調 那當然 你說 第一集裡面 當然我們要說 主角和 情人和 長子 就是 情人很想和長子去表白 當然 表白這件事 當然男主角 他本身也是一個 內向 有一點點內向的人 他也是一個 不過不憂鬱 其實他殺人都很狠 被敵方攻入的時候 長子餵了救人 疑似被一炮射死了 記著是死不見屍 不等虐死 當然 在主角的角度來說 哇 這班人 殺了 還不是他女兒 其實 殺了我喜歡的人 然後 剛巧 那部主角機 就彈了上去主角附近 還說導門歡迎他進去 導門是一直開著的 導門是一直開著的 不是他來到才開的 沒有認定他 一定是他坐的 但是他坐進去 這裏其實看到男主角很爽 你殺我女兒 我就殺你了 這裏沒有很多大意理由 或者我要拯救什麼 通常 你說拯救朋友 他可能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 這裏可能第一集 都未看到 他坐上機器之後 去作戰 你說之後去到第二集 第二集的時候 他下手其實是很新的 他覺得 你殺了我女兒 我就對回你 天經地現你 但我覺得看上去 反而不用太多理由 不是正常 因為你看到他之前 他在想 我們要和平 你看到很死和平 很天正的小孩 現在唯一的作戰 就是他們死了 要報仇 很簡單 他不會想到什麼世界和平 他不會想這些 你想這些反而是不正常 當然你說第一集裡面 那個機體 當然你會看到的 那個能力 真的是超級 因為你看到那邊 全部都不是人形的 而就算好像說 那班精英那班 都不是人形機體來的 只是唯一主角機 是人形機體來的 暫時來說 動作方面 我覺得 略嫌他這件事 他播出的速度太快 他播出機體的運動性速度太快 很容易 很容易 但以後格 大家要明白 他反而就是 他的攻擊動作 我還看過 因為我試過一次 用萬勤看那些攻擊動作 其實都可以的 略嫌他太快 我懷疑他太快 我懷疑這部機 不是強調速度 所以一定要玩速度戰 就會這樣 那我這個沒所謂 你這樣說 我不清楚 這件事 因為他走過有點流光 即是他想表達他的速度很厲害 如果他用的手法 我覺得OK 或者可以這樣 這個可能要再之後看一看 但大家都知道 這套東西 其實呢 無論在星優構成 或者是OPE方面 他是非常之丟本的 日星這套東西 我真的覺得 真的革命性地丟本的 不是通常這麼丟本 就會想起來 我覺得大家要最留意 這套東西 當男主角 他入了機體裡面 想他開動這部機體 那時候 他有一大堆 叫做什麼 使用須知 免責條款 簡單來說就是什麼 他第一句問 你是不是想坐這部機 你要就要 放棄你的人類身分 Yes or no 那次GAS GAS CC 因為其實是 真的是COOKE EX 那班的班底 去處理 接著 好了 男主角開頭 其實那個畫面是很活該的 男主角經常說 動啊動啊 但鏡頭已經說 你按了yes 還是路線 不行 其實那個變得手法很奇怪 因為主角又好像沒有看到那個螢幕 要是你說那個螢幕沒有畫面 主角拍機一下才有畫面 出感 不是 那個畫面是一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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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好像看不到 不知道還是不識字 又不理他 然後 然後 OK Yes 厲害 這部機和QB 是沒有分別的 是Yes 然後面責機 不是Yes 都沒有打你 都沒有跟你打針 按了Yes 才有條款 說明 不過沒有意思 你按了Yes 你按了Yes 那些條款 大概就是 當你駕駛這部機體之後 你就會成為這個觀察對象 而你成為觀察對象的話 你就是沒有任何的權利去否定 就是你所有的人生的身殺大權 都會操縱在我手上 最後他就說 你個人已經沒有人權 然後他就問你Yes 還是No 你拿不拿這部機體 然後當然 在主角這麼矮的關頭 會被控制按Yes 那沒辦法 最終看到的就是 將主角演化成為了 一個有特殊能力的人 在我們第一集中 就是 就算被另外那位 Elf 那位人兄 不過我挺欣賞 那個人的殺法 一刀捅下去 一先一刀捅下去 然後再開左右兩槍 然後再開左右兩槍 關他大腦 肯定會死 你知不知為何開兩槍 說吧 防止你左側心防不同 他連續向他肯口射兩槍 總之你隨便便都要死 應該是射頭 所以這一下 其實那個勢位當然 不是那麼重要 但是看到就是 有落心機在這裏 你一個殺手的話 一定是開兩槍 殺手是開頭的嗎 就是吃雪靈界 這樣他踏了一刀 OK 那第一集 主角突然之間 喪屍起身 就咬了 那位人兄一下 第二集 剛才我們都說 交換了身份 類似 不知能力 咬完之後 可以跟對方對調 總管你說第二集內容 整個第二集內容 我看到就是 主角是不熟練 還有一個本身在大氣動開的人 在太空中 那個駕駛技術不足夠 其實不是學駕駛 沒錯 這是一個誘因 但是你說在戰鬥方面 那一集的戰鬥 我覺得 未去到很好 因為那一集 都是為了放大絕者 其實是為了 還有少許解釋他的東西 當然你說 最不能夠理解就是 為何Elf那一人 在機體內 他會可以解釋到 就是說 設計這條機體的人 肯定有強迫症 原來全部寫英文 就是有強迫症的 我不太明白 他這個位置的解釋是什麼 但是會是比較奇怪的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 我就沒有什麼為了這個地方 總之我當他們 他們這樣想 他們這樣說 不要理他們 但anyway 其實現在 你說我為什麼會覺得 這套會比銀行機器 當然你說 他的構成 不是做到很複雜 他裡面當中 你說剛才我們說的 角色不合理 但不是大橋不合理 他大橋 其實現在的大橋 也是很穩陣的 他那個大橋 反而你說 做出就是說 現在一部機體 這些裡面 大家都會看到 有二號機 三號機 四號機 五號機 幾部機體在裡面 究竟是一號機變化出來 不過我覺得應該是另外一些新的機體來的 單憑主角一個 應該是不可能對抗什麼 我覺得就是說 他們在這裡裡面 可能還會有其他機體在裡面 甚至是再製造 這裡都所謂有一個信念的衝突 我覺得都會是說 因為其實機人片 老實說 除了你說機人片的戰鬥雀仔 雙方的信念和信念之間的碰撞 對 本來你知道大鴻魚一 以前都編開這些類型的節奏 或者題材 那我可以今次 對這類型的題材 對 因為大鴻魚幫男本來也是編開 所以你說 在現階段的構成來說 我覺得是穩打穩摘的 其實會是 無論在那個角色的作畫 機體暫時來說 這兩集 我很深信他應該資金不會不夠 這套動畫 這套動畫 這套動畫是有錢到水樹來來再加TM的 那你真是催他不像 所以我覺得這套東西 我會很嚴格去看他的作畫 和看他的機體運動性 之後就是講他的故事 不過我想問一問 其實去到這樣的情況 放這麼大筆錢 在這些機人片裏 是不是真的收到本的呢 可以賣歌 賣Figure 不是啦 你要明白 日星是很擅長做這類型的 所以他計算數應該是不會 應該不能計算錯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這部機體其實 我覺得設計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而且我最喜歡他近戰武器 是一把 坐頭式的念頭 葛念用的 很過癮 暫時還未知道 他再詳細 因為他兩集中 最主要只是說 拯救了這個衛星的勢力 暫時退了那班人 那主角之後 會去哪裏呢 去參軍 還是留在那裏 你最終就是主角 最終沒有和 祥子最終沒有死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果炮可以射他不死 其實我也有點疑 而情人最終都沒有和他表白 就是因為他覺得自己已經變成了一隻怪物 因為他已經是可以靠咬人 去令到自己的靈魂 附在另一個人身上 其實是同仁本用的 我不知道這件事 當然其實 有很多人說叫這套做革命機 即是機佬的機佬 老實說 我平身看不到任何機佬的情節 最主要是敵方不少 最主要是敵方不少 那個人是有一點點機晴的 即是你見到 即是星球上面有機晴的 尤其是 你說唯一叫做 Ada 那位呢 被人射盲了一隻眼之後 他好像很憤怒那樣的 但是呢 然後捉住了 捉住了主角機 去知道 Elf都在裡面 然後突然說 你投降啦 我們不會對你怎樣的 他射盲了你的眼 前那十多分鐘 你才告訴我 我一定要殺死他 然後捉住他 說你投降啦 看到樣子就心軟了 沒計的